现场一片肃穆哀气 只有脚步声回荡 在英国新日王楚威廉的率领之下 当地时间17号晚间 一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八名孙子女 在新闽厅围绕着灵柔 首夜15分钟 包括长公主的女儿塞拉公主 安德鲁王子的女儿尤吉尼公主 还有女王孙贝中年纪最小的赛文子爵詹姆斯 都静静地陪伴祖母 这也是英国史上首次有君主的孙子 参与了王子首夜传统仪式 此外哈利在退出王室之后 已经失去荣誉军衔 不过应父亲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要求之下 哈利获准破格身穿军服为女王首夜 也是他两年半来首度再批荣耀 我们很幸运 看到他们都在尊重他们的父母 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感受 我没有想到会忘了 这就是很美的 看到他们一起聚集 因为这就是家庭的事 而颤阳女王灵鹫的民众 已经有数语万计 人潮之踊跃 至少得排队等待24个小时以上 让英国政府17号呼吁民众 不要再去了 不过同一天 查尔斯三世惊喜造访蓝贝斯桥 与民众握手画家厂展现亲民形象 也让现场彻夜排队的民众又惊又喜 民众反应超帅真 因为威廉也现身向民众致意 还鼓励他们已经排到一半了 而王室成员与民众一心 展现对女王的敬爱 更让排队民众直呼 等候的每一分钟都值得 华与新闻 华与新闻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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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